大家好,我是我阿妈妈 今天给大家拆箱一个高颜值压力锅 压力锅是厨房里一个很能提升幸福感的小家电 就拿这款锅来说,平时是电饭包 炖汤煮的时候就是高压锅 每天都会用到它,非常实用 它家的设计很漂亮,颜值也是一直在线的 很多小伙伴还不知道这个上盖法是可以拆卸的吧 这点设计很好,单手就可以开盖,很方便呀 附赠的小工具也特别多 针架,凉杯,饭勺 来带一个汤勺 饭勺是有支架的 腻在桌面上不会脏 还特别贴心的多给了一个硅胶塞 这样即时弄丢了也有替换的 它的上盖和硅胶圈都是可拆卸的 这样清洗起来就很方便了 内胆有三升的容量 平时煮饭炖肉都用它 这个压力锅我很喜欢的一点就是可以智能调压 有了14个类质菜单 也可以自久调节适合的压力和时间 而且煮完之后会自动排气 不用担心手动操作蒸汽烫手 还可以做低温料理 相当于多了一个低温料理锅 时间都可以精准控制到1摄氏度 预约时间长达24小时 平时不管是炖肉炖汤还是煮饭都非常好吃 最独特之处是它增加了一个可年手机WiFi模式 按时间和压力就会出现这样一个WiFi标志 连通上手机就可以自行查看各种菜单了 菜谱有甜品 蒸汽 肉类 汤类 主食类 其中我最喜欢的就是它的肉类食谱 特别适合上班族和带孩子的宝妈 对厨房小白特别友好 比如想做一个萝卜流腩 直接按照菜单准备食材 可以直接在手机上调节时间和压力值 真的是把智能和生活相结合了 做到了简单方便 今天就用它给大家炖一个流栏 焯完水炒过糖色牛栏 加上生抽 蚝油 番茄酱 放入开水 这个高颜值的静影机也是它家的 一秒出水 水量不需要加太多 盖上盖子 我们给它选择牛羊肉模式 我喜欢吃稍微软慢一点的口感 把它的压力值增加到62 它可以中途加菜 一键卸压很方便啊 以前用普通压力锅同一时间加 蔬菜每次都炖得太烂 用这个可以分不同时段加菜 口感更好 盖上盖子会回到原来的记忆 蟹压是全自动的 不用管 最后再用开盖煮的模式 收一收汤汁 不得不说 收完汤的番茄牛肉就是不一样 用筷子稍微一夹就断 葫芦坡也炖得特别入味 舀上这么一勺 用它来拌饭拌面 太好吃了 除了炖肉 平时我还用它来煮杂粮饭 大米与杂粮米五五开 不用泡米 直接煮 它有杂粮饭刻度 按照它的刻度来放水 用压力锅煮出来的饭 跟普通的电饭锅真不一样 颗粒分明很香 可以选筋煮饭和筷煮 筷煮只要不到20分钟 看 就算不泡米 煮出来的杂粮饭 还是这样软弱 一点都不像杂粮饭的口感 这样口感如此软弱的减脂粗粮 怎么吃都不会腻 连我家娃娃都特别爱吃 三升的容量适合三到六口人使用 这个容量 无论是煮粥煮饭 还是炖肉炖汤 都刚刚好 厨艺不够 厨具来凑 一个好用的电饭锅 真的能让你的厨艺大大提升 世间唯有美食与爱不可辜负 贸美又实用的厨房电器 真的会让人爱上做饭